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很好的了解每一句话或是每一段话 在我们这个Jarscript脚本语言中是起到什么作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注释来阻止某些语句的执行 我们阻止单句的执行的时候用双斜线 如果是要阻止一段话 我们可以使用多行注释来阻止执行 我们用注释来阻止执行的好处是可以方便于调试 因为我们Jarscript语言是用记事本来编辑的 然而记事本并不能有改错的功能 当我们执行某句话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书写会有一些错误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编程思想会有些错误 当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一句话 或者是将这一段话 你认为有错误的这一段话 来注释起来 执行其他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问题 再将这个注释放开 我们来可以看一看这一段话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从中找出可能有问题的单据 来进行注释和去掉注释 来调试我们整个程序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Jarscript变量 Jarscript变量与代数一样 是可以存放值 比如x等于2 和表达式 比如z等于x加y Jarscript变量可以使用短名称 比如x和y 也可以使用描述性更好的名称 比如h thumb Jarscript变量 一般是以字母开头 当然 也可以使用前字符 或者下号线符号开头 不过我们一般不推荐这么做 Jarscript变量 它的名称对大小写是敏感的 所以说 小外和大外 是两个不同的变量 Jarscript数据类型 Jarscript拥有动态类型 这意味着相同的变量 可以用作不同的类型 其中Jarscript 可以定义 字符串 类型 数字 布尔 数组 对象 也就意味着 我们用相同的变量 可以用作不同的类型 例如 var 我们当 varpi等于3.14 这个时候 pi就是一个 数字类型 假如说 我们定义 varpi等于 bill gates 那这个时候 pi就是一个 字符串 类型 Jarscript运算符 Jarscript 里面有 算术运算符 和复制运算符 其中算术运算符 里有 加减乘除 还有取余 加 自加 自减 两个加号 这个自加 也就是 对 当我们操作这个运算符 的时候 也就是 对我们的这个 本身的值 进行 自加 加一 自减 就是我们操作这个运算符 的时候 对原值 进行减一 Jarscript 复制运算符 里面包括 等 加等 减等 乘等 除等 余等 加等的意思 例如 number 加等于2 也就是 number 加上2 再复制给number 当我们 初始化 这个number 比如 等于2 的时候 它加上2 等于4 这个时候 复制给number 这样number 就等于了4 我们 把一个 字符串 加上数字 我们如果是 把数字和字符串 相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 结果 将成为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里面包括 等于 全等 不等于 大于 小于 大于或等于 小于或等于 我们如何判断两个值 是全等 也就是运算符为三个等号 当两个值 它们的大小和类型都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它为全等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它为全等 这些看号是not 也就是否的关系 条件运算符 条件运算符是基于某些条件对变量进行复制 例如下面 VariableName等于Condition 括号 问号 Value1 Value2 假如 这个Condition 条件 是相等 是 真的时候 我们就执行 Variable1 也就是将 值1 付给 这个VariableName 变量 名 假如说 我们这个条件 是假的情况 我们将第二个值 付给 我们前面的这个 变量 本章 小结 本章我们介绍了Jarscript的 注释 还有Jarscript变量 第三 我们介绍了Jarscript数据结构 第四 我们介绍了Jarscript的 运算符 下一章 我们将继续介绍Jarscript的 一些语句 那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